日本盒饭做起来不费劲 就是费脑子 电视里不都演 日本男人上班会吃爱奇便当吗 虽然咱们家是中国爷们儿 但是他也跟我提出了爱奇便当的需求 不就是日本盒饭吗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这个日本盒饭吧 更注重的是营养搭配 还有造型好不好看 日本男人从上优园开始到上班 一路攀比 优越感就是来自谁的盒饭更好看 论仪式感 估计日本人能排第一棒 这个日本盒饭倒是不难做 就是比较费脑子 还得想色彩搭配 你得有肉有面还有饭 蔬菜水果和小菜 最后还得带杯喝的 我老公最近减肥 我就给他喝这个日本玄米茶 打包装袋 估计到公司又得跟同事好顿厨一样 老公 给你便当 看看我媳妇今天给我带啥了 哎呀我这个天哪 太行了 可以吧 爱你媳妇来 拜拜